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妻子的控诉 魏先生却是另一番说辞 他将问题归咎于妻子极端的性格 很多事很计较 说的是很顾及的 到我公司七楼上面 说我在外面就是不回来 他就叫翘楼 双方问题的癥结究竟出在谁的身上 你很善良 但是说的难点 你很懦弱 你其实不是为了幸福而结婚 我必须得提醒你 归我度的启动了你的防御机制 今天的调解为您讲述空心丈夫与天机妻子的较量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万女士和魏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离婚 因为我们去过民政局 去过法院 还协商了 都协商不好 就协商了之后 他就会反悔 今天就是说当着全国人民 说的话 就是让他不能反悔 以前是反悔过 那时候我就考虑到小孩 太小了 应该有十几年了 每年都是要给我闹离婚 法院呢 民政局都认识的 现在我也考虑好了 他要离婚我也同意 我是不信的 因为去年的话 我就说离婚之后怎么过 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他过年之后就反悔 短短十几年的婚姻 万女士成了民政局和法院的常客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对离婚如此坚持呢 她用一句话解答了大家的疑惑 公婆不尊重 老公不尊重 感觉这么多年就是在他们家 我当初她花了九千块钱 就是买了一个免费的长工过去 万女士告诉我们 她和魏先生通过相亲认识 一开始她对魏先生并不满意 奈何婆家的热情 与魏先生的苦苦追求 万女士一个猛子扎进了婚姻里 等待幸福的降临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婚礼还未开始 魏家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我们当地风俗的话 本来是订婚的话 男方带女方去买三斤 但是他们跟我说是事先买好了 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换 就是说这个我也无所谓 我是同意的 虽然不舒服 我也没跟他提过 也没跟他父母提过 再就是我们准备结婚 男方带女方去买一套新衣服的 鞋子什么的 但是他们拿来的也是买好的 拿来之后我们看了之后 就是说衣服的话 不是我的款式 鞋子也不是我的马术 那肯定是扑弄我 就是敷衍我 这个跟我们那个风俗 也有点关系吧 我们那里的风俗是这样的 没结婚之前 那些金子和衣服 都是由我们男方 预期买好 拿过去 他那个衣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形式 拿过去穿不穿 都是无所谓的 我是不信的 沾金跟衣服 他是拿前任的 也就是说他们提前准备好 并不是给你准备的 对 不是为了你们这个婚礼 或者说订婚准备的 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事后 好多年之后 我去收拾房子的时候 发现那个买金子的那个发票 在结合村里人说的一些话 就是说 说他以前就在我之前谈过一个朋友 到谈婚论嫁 他出了事故 南方退婚 在结合他买的衣服 不是我的马子 鞋子也不是我的马子 我结合这个推你出来的 那个衣服是之前买好的 不是为他买的 但是是新的 我们都是没给他用 都是新的 我认为是没看上我 你没看上我的话 你可以不去我家提醒 不要求结婚 但是你们当初是强烈要求结婚 对我特别满意 你既然结婚 就好好过 他的话就是呼了我 婆婆的话就是不尊重我 我们那里都是 好多事都是 大人在操办这些东西 那时候这个事里面 他也给我商量 不管怎样 用前任的聘礼 迎娶现任新娘 对新娘都是极其不尊重的 身为丈夫的魏先生 不但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 反而轻描淡写 把责任推给了父母 这其中的伤害可想而知 当时的外女士纵然怒火中烧 但还是选择了退让 决心把日子过下去 可就在即将临盆之时 她发现日子越来越没法过 因为生产当天 她险些把命折在了魏家 至今想起 依旧触目惊心 生第一胎的话 当时我们是预产期超过了 破了羊水到医院去住着 当时我们在就正痛的时候 医生的建议的话 就是说破腹肠 他说你个头小 小孩的话特别大 你不容易生下来的 但是他爸爸妈妈 怕花钱 就是一直强势的 不能破腹肠 只能顺畅 他说他这才痛了几个小时 人家生了三天三夜 痛三天三夜 还不照样生下来 无论如何不能破 他站在旁边 一句话也不说 他就说逃避 就跑出去了 生小孩之前去捡肠 是说有点大 但是呢 爸爸妈妈呢 是农村的 他有一点 那个老的封建思想 因为我们那时候 生小孩 都是在家里生的 一是能顺产的话 是最好的 对小孩 当然大人都好 只是说万一生不下来 还是破 也不是像他那样 说的那么一劲 不是 事后生了一半 就实在生不下来 几乎下了病危 他说你要破的话 就赶紧破 当时医生叫他签字 他就是不签字 他说他要找他爸爸来 那时候没有跟我爸爸生涯 说了 医生就说 你找你公公干嘛 你签字 他做不了 公公就跑出去了 耗了好久 从下午的话 耗到十点多钟晚上 医生就说 把我拉到检测 胎心的地方 就说 你自己看这个仪器 小孩在胎心 他说 这个的话很危险的 小孩会缺氧的 他还是在我旁边说 等他爸爸来 我就气着说 我说 你到底是你要小孩 是你爸爸要小孩 我说 我说你真这样的话 那今天就不破了 就生 出了事你自己负责 最后可能是医生给他压力 他最后签了 签了之后 的确就是小孩 如医生说的破碗了 八经二两 有点缺氧 全身发死 有时候他们商业好的事情 我就是太亲他们一点 其实你还是更听大人的嘛 对吧 也不是完全亲他们的 我不能理 就是说我嫁给 好像就是一个 没长大的孩子 不管什么事 要父母做主 不管什么 必须按父母的 就是因为反应慢慢 医生说 你这个事给你破碗了 有原因 就像缺氧了 他说 你最好的话 就是说 送到保温箱去观察 我当时跟他们说了 他们不肯 说家里龙芒 他说没时间 我说 到底是你龙芒重要 还是小孩重要 他就是不想送 他爸妈就是不想送 我问了医生 医生说 大概三千到四千块钱 就是怕花钱 他说没钱 我说 就三四千块钱 我说这个钱 我说我以后 有能力还 我说如果万一 如医生所说的 缺氧老瘫的话 那以后 是三四十万 也绝缺不了的 我说我要送 送了 我坚持 最后这个钱谁给的 我少是借给我们的 不是不同意 还是我送去的 大人也就是说 也不是说 不让送去 没什么钱 还是靠我们自己 我这时候 把他送到医院去 放了三天 然后我还 中头还要回来 医院他还要我做 养免跑 我那时候 不是 事后经常就是 他指责我 他爸妈指责我 说我笨 傻 被医院骗了 那个钱白花了 就是在他父母的眼里 好像钱比人还重要 对 不重视我 不重视钱 对于顺产 还是剖腹产 两代人之间 观念有差异 很正常 可是当医生 对产妇和新生儿 给出了明确的手术 和治疗建议后 魏家父母和魏先生 采取的主观排斥和末世 就显得有些不尽人情了 作为身处危险当中的 外女士本人 更是痛心疾首 备受煎熬 如果说婚礼和生产 这样的大事 魏先生拧不过强势的父母 那么吃东西这等小事 魏先生身为一家之主 总该可以自我决定 给妻子一个满意的答案 很可惜 现实再次朝外女士 浇了一盆冷水 魏先生的回应 让当时身怀二胎的她 感觉到了透心凉 我们的调节继续进行 我怀二胎的时候 有一次她说 她妹妹家的外地 想吃腊鱼 叫她妈妈在家坐寄过去 她就是带她妈妈 说去买鱼 我就说 我也想吃腊鱼 你能不能多买一条 给自己家里腌一条我吃 她妈妈当时就说 那种东西有什么好吃的 她们就走了 结果回来她没买 我当时我也跟她说 我说我不是叫你 多买一条吗 她说我妈妈说 那没什么好吃的 我说没什么好吃的 我怀孕我就想吃 我说当时你妈妈在 你照顾你妈妈感受 你不敢买回来 我说现在你妈妈不在 你能不能第二天去买 不敢 她也不是说不给她买 就是说对她刚开始吃东西 那一东西对她不怎么好 就是说宣了 那个腊肉腊鱼 叫她少吃 就是这样说过 没有说不给她吃 这个我不站同 我只感觉她 就是她妈妈说的话 就甚至说不能吃就不能吃 我说你妹妹在外地 你们都那么费心地寄过去 我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她就说她妹妹叫她妈妈买 那你去叫你自己的妈妈买 没有 这个话我没有跟妈妈说过 就是说我妹妹是她嫁到澳门那边 因为她在那边吃不到 这家乡的那种辣的东西 是打电话过来 借了钱过来 叫我给她买 然后叫我妈妈给她淹好 寄过到澳门那边去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老婆怀着孕 她也想吃个腊鱼 怎么就不能满足一下她 是因为钱的原因吗 妹妹给了钱 所以才这么做 那也不是 对她的话有点失望 让我看清楚 就是说不被重视 她只重视自己 她只顾自己的感受 就是说很无助 万女士的失望 来自魏先生 大小事情一律对她不管不顾 也来自公婆 对她一次又一次的不尊重 不待见 在公婆与丈夫的双重冷落下 她第一次提出了离婚 但基于多年的情分 冷静之后 她还是选择了原谅 听得出来 万女士希望自己的离婚宣言 能让丈夫和公婆有所警醒 随之改变对自己的态度 可她等来的不是期待的惊喜 而是实实在在的惊吓 在一次家庭纷争之后 公婆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 这个决定直接把万女士逼到了墙角 也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亲民的话就是说 公公就给我说过 就是说 说了个墓碑 媳妇的刻上去了 把我跟嫂子的刻错了 我就说你改一下 她说懒得改 我说那是一辈子的事 我说是子孙后代 人家就扫墓 把媳妇名字刻错了 那怎么叫呢是吧 我说花点钱也要让她改一下 最后改了 改了之后呢 等我们亲民再去扫墓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还是错了 又刻错了 我就说要改 她就指着我不敢计较那么多 她说你嫂子都不计较 你计较什么 又不是没改 我说嫂子是不计较 因为你改对了 我的还是错了 中午他们也没叫我吃饭 看着我在前面 在别人家门口坐着 他也不叫我吃饭 我改了我就是跟她这样说 既然改了第二次改错了 我就说叫她 这个事情就算了 因为你叫别人一次去改的话 它是在山上 那个石头是用机械搞的 用垫 很不方便 改个字很不方便的 他什么事都很计较 斤斤计较 那个是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 刻在墓碑上的名字 无关紧要刻错了 就那个字写错了 童英字写错了 如果是孙子儿子的名字写错了 要不要改 那我认为都是要改 他也是要改 一样的 但是就是他可以放一下 下次得下次有机会的一起再改 因为以后还要内背 没有必要跟大人那样纠结 他跟我爸爸吵 骂我爸爸 两个人要打起来了 我感觉这种家庭氛围 我融合不了 我也不想融合进去 因为融合他们 我就要改变自己 让我就是说没底下 我就当时说口气也的确不好 我说我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大人的话不能说不亲 对的我们必须亲 但是不对的 我们就是说也有自己的想法 公公就跟我吵架 我就气得回娘家 过了一个星期还是十来天 我就去幼儿园 接我小儿子 老师就不给我看 不让我接 说他爸爸妈妈去幼儿园说了 说我们要离婚 强烈要求不让我看小孩 接小孩 就是他们在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放出这个话了 对 他说你公公婆婆到学校来 多次说了 说他儿子要跟我离婚 他回不回来 我们都无所谓 现在小的这么大了 他什么又不吃来了 又能吃了 无所谓 他说我儿子有工作 有养老 房子又买了 外面不生的女人多得很 因为这个事我没有接触 是我父母在搞的 我没不同意 你跟你父母说了不同意 为什么父母还要对外说 你们要离婚呢 因为他们都是 他也强势嘛 他们俩都很强势这样 你父母也强势 他也强势 他也强势 所以其实夹在中间的那个人是你 最难受的是你 可悲的事情 万女士的确有些较真 但显然 这不足以成为公婆要求他们离婚的理由 更不能成为魏先生推脱责任的借口 眼看着场上 一直以受害者自居的魏先生 把责任越推越远 我们不经诧异 魏先生父母究竟有多强势 以至于连离婚这么大的事 魏先生都无法自己做主 婚前对儿媳妇一度热情的他们 婚后又为何变得如此苛刻 为了一探问题究竟 主持人张燕决定连线魏家婆婆 您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 现在你的这个儿子 还有儿媳妇 在我们这调解他们的矛盾 想跟你聊一下 在长达五分钟的通话中 魏家婆婆一直喋喋不休 自顾自的抱怨 完全无视主持人的提问 万女士说她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我每次跟我婆婆沟通的话 你跟她说只有她说的份 我们家亲戚不敢跟她说话 我妈妈说你跟她说话 没有你擦嘴的份的 搞得我亲朋好友都不愿意 等她选 过去选 我就问一下 现在你的儿媳妇跟儿子之间闹得 已经要离婚了 你是一个什么态度 你对这个儿媳妇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妈妈意思是这样说 我们现在自己 你们两个离婚 她不是同意 但是她现在做不了我们的主 你们要离婚的话 就是你两个自己的事情 大概意思是这样 尽管对于夫妻俩的婚姻 婆婆表示不参与 但是透过她连珠炮般的抱怨和控诉 现场的观察员们 还是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紧张和压迫感 也深切地理解了万女士在婆家的不意 此时 心直口快的观察员廖喜玉 早已憋了一肚子话想说 她直接把火力对准了魏家 我们的调节继续进行 南方 你们家里竟然不知道她孩子没有探视权 你们懂法吗你 作为你遇到每一个问题 不管是大小问题 你从来没有在中间 想办法去解决过一件事情 生孩子了 医生都有建议要抛肤产 你的家人坚持要她顺畅 你爸爸说什么 我还不怪你爸爸 你是她的枕边人 你是父亲 那孩子身上是流着你的血 那是你的亲骨肉 你把妻子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 这是身世攸关的事 你都抓不定主意 非要批评你不可 生产的时候 我觉得男人是永远体不分 会不到这个痛苦的 你用前任的聘女 当然你爸爸妈妈我不怪她 老龄家苦惯了 你的妻子是很聪明的女人 实际上她也在睁个眼闭个眼 但作为你明知道这个鞋子 我老婆是穿不了的 要不你就要找到老婆 把这个事说清楚 我相信你的妻子 她会理解你的 可是你自圆其说 一切都是顺从父母 这种遗孝导致了婆媳关系越远越烈 男方啊 男人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 这么多的事情 我装装剑剑 你妻子说的 她觉得你对她不重视 不尊重 这种真实的委屈 真实的感受 你应该去重视她的这种感受 这个问题 也许就没有问题 你们俩如果是放在那个锅里面的一锅水的话 你那个婆婆确实就是在下面那个柴火 不断地在那里添火 可能会导致这个 你们的矛盾的加剧 但真正 如果你们感情好 你们关系能处理得好 能做有效沟通 有商有量 你们婆婆 是没有办法去挑唆你们的关系的 不然是 你很善良 但是说的男人 你很懦弱 你喜欢年年糊糊的 做事不果敢 老婆没有安全感 她总觉得跟着你 你在家里啥事做不了主 而且大部分时间 你还站在你这方面的家庭的这边 一个女人 她来到你家里以后 她是无依无靠的 她只能靠你 但你在这个家里 所有的人都是你 你不要说你公平公正 哪怕你公平公正的时候 她也会觉得她受委屈 所以说立场不同 感受是不同的 你也要站在你她的角度去想想 她本身刚来的时候 她是想好好做个媳妇 好好听老公的话 把家过好 但为何最后她过成这个样子了呢 我们自己也要反思 人要施己过 不要把责任度往对方身上去推 推不掉的 如果说你们跟万女子说的 我还给她留了一线机会 那你就要看你能否把握得住 你能否挽回她的心 或者说你有没有想挽回她的心 这就取决于你了 一个弱女子 她要去生下巨大儿 经过医生的综合评估 是需要去剖腹产的 可是你们家呢 居然不肯 我就想问凭什么不同意剖腹产 就因为她是在家生的 就因为她经历过那个年代 在生命面前 你们选择的是金钱 你们可以漠视生命 这分明体现了钱比人大 钱比命重 你们家是不是把这个女人 就当做了生育工具 我不想过多去说你妈妈 因为她是有她的局限性的 可是你呢 你难道不应该担当站出来 去主持这个局面吗 你不要忘记产房里面 是你的女人 你的孩子啊 你居然可以置身事外 然后全部推给妈妈做主 本身一个女人生孩子的过程啊 她就是在拷问良知 检验伴侣和亲人人性的过程 很显然 你交了一份 极其不合格的答卷 魏先生 这是万幸没有出后果 一旦有后果的话 一失两命 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所以魏先生你知道吗 我看到的是你的一种穷人思维 就是心态穷 能力穷 目光短浅 还要兼具 余孝和巨婴 你们家里面的婆媳矛盾 看似两个女人都毫不相让 其实是这两个女人 在争夺话语权 决策权 她们都拥有着 想控制 这样的一种愿望 在遇到这样两个女人纷争的时候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也不能成为你 做一个缩头乌龟 掉头就跑的一个理由 大多婆媳矛盾里面 就有一个不作为不担当的丈夫 其实你应该去学会 安抚妻子 告诉妻子 你真的挺不容易 我的妈妈可能确确实实 因为没有太多的文化 可能让你受委屈了 我来用实际行动给予弥补 包括在妈妈面前 我们也要安抚妈妈 告诉她 媳妇有多不容易 她也挺难的 咱们多替别人着想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些 基本的态度 说实话 你的妻子早晚都得跑 因为她不知道 嫁给这个男人有什么意义 魏先生 你把注意力精力 放在弥补自己的一些过失上 当你变得更加的 平和 稳定 强大 从容 那么你的自身状态呢 就会变得柔软 关系也会变得比较松弛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 有担当 有能力的 该有的一个丈夫的模样 观察员的直言 魏先生坦然接受 他解释说 因为自己的不担当 确实让万女士受了不少委屈 但离婚风波之后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为了避开父母对万女士的伤害 他在市区买了房 带着妻儿 搬离了父母家 分开生活 如果事情能够按照 魏先生承诺的这般发展 万女士的婚姻 也算苦尽甘来 很可惜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立马让万女士 识破了魏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万女士决定 要将公婆口中的离婚传言 假戏真做 她要彻底离开魏家 就是去检查 我等了个假装线 就是说医生当时就开了住院证明 本来我说先不动手术 我妈妈说 她说你们感情不好 要么你就试一下她 看她到底是对你什么态度 我把检查报告放到床头 她一直没反应 到晚上九点钟 我看她还不提这个事 我就主动提了 我就说 我说医生开了个住院 你怎么想的 她就说 我没有交了个合作医疗 不能报销 她说能不能不住院 先不去动手术 是有这个事 当时她给我看到 我说我们室里做的话 我们都不交了个合作医疗 可以报一点 她那个手术 她也这样讲 她说可以缓一段时间去做 因为她自己过年 快过年了 也忙了 自己也没时间 去做个手术 也就是说 可以缓一下 如果是她真的到了那个地步 需要去做这个手术 那肯定去做啊 马上做啊 你不会考虑钱的问题 那肯定不会的 这个我不赞同 最后我就说了 我说必须动手术 医生说马上 非要动手术 但是她就说没钱 不问不问 不是那种的 当时她说 要去武汉市医院 大医院 做那个甲康手术 要一万八 然后我说 一起给她去 一万八就一万八 反正你做手术 我就交钱 结果她不去做 她就要我给钱给她 她是拿骗我的 骗我钱 所以我的事 我就没有在理 我也很生意 我感觉这个人靠不住 现在还是婚姻状态 你都这样子 如果我万一得了大病 那你跑都来不及了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万女士 这个试探这个事情 是有风险的 我不知道今天 魏先生这个表达 能不能相信 其实在她心目当中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 她是不会去计较 这个钱也好 什么医疗 这个保险也好 她是会以人为重的 只是说在现实的情况下 基于家里这个情况下 如果能够帮助家庭 尽可能地减少一点开支 能够节约一点 这个她是考虑到的 她不是这样考虑到 看重钱 不看重人 对 显然万女士试探的结果 成了压垮他们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一气之下 万女士搬回娘家 并向法院申请了离婚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拖 也不是个事 所以你要离就离 就准备离 我就说去离婚 我不肯去嘛 她要离婚 她到明天局 跟明天局在那里打 在闹 她说要我 去明天局 我不来的话 她去到明天局 楼上翘楼 万女士去意已决 魏先生却想挽留婚姻 为此他们多次 大闹法院明政局 展开了长达三年的 离婚拉锯战 三年期间 魏先生一边独自抚养孩子 一边努力挽回妻子 可谓诚意满满 小孩两岁都不管嘛 两个小孩都不管 全部都是由我带着 我爸妈过来帮我照顾 然后中途我经常叫她回来 她也不知道没有回来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或许是被魏先生的坚持打动 万女士同意回归家庭 并提出让公婆登门道歉 丈夫上交经济大权的和解条件 因为他爸妈说我不要脸 赖在他们家 是他儿子要跟我脸 是我不愿意脸 我就说你爸妈 既然不认我这个媳妇 现在你说 那个你就要推翻你爸妈的说法 到底是谁不愿意 谁要过 你既然要我回去 就叫你爸妈来 承认我这个媳妇 婆婆来了 这算是你要到了 他们家的一个态度 对 当时他自己存了 有七万块钱 主动把七万块钱 就说交给我 以后随便我自己 就说怎么用 怎么花 不管 每个月工资上交 这也算是魏先生的一个态度 对 然而魏先生很快发现 万女士回家 并非过日子那么简单 其实另有目的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魏先生交给万女士的存款 去向不明 当时在我身上 拉拉有三万块现金 然后他就在镇上 开了个窗帘 名字是他娘家的 工作期间 时刻被骚扰 到我公司七楼上面 他说我不回来 他就撬牢 甚至连远房亲戚 也无辜被他为难 他就去亲戚朋友 亲戚家老 打电话报警 也是说撬牢 万女士回家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在他疯狂举动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明天的调节 为您继续讲述 空心丈夫与天机 妻子的较量 下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